阿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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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灣的收出養狀況 過去一直 大部分來講 都是 私鄉受受 那私鄉受受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家裡頭想要 就要養個孩子 然後看看誰家家裡窮 然後沒有辦法養 就把這個孩子就看看 送給人家養 那這個裡面延伸出很多的 悲歡離合的故事 參與在裡面的人來講 其實影響都非常大 那我覺得阿娥開始做這個 收出養業務呢 它其實是要讓這些 悲歡離合的故事 可以變得 不要這麼悲 而在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修法之後 有一雙小孩的民眾 就必須透過民和服務 才能合法辦理 所以如果我們想像我們自己是孩子 我們住在一群孩子當中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人進來挑 那我被挑勝的 我是什麼 就是我就是一個 不只是不被要的孩子 還是每一天我都要面臨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想到這些 都會覺得說 收創福好像不應該是這樣的 不應該是從大人的需求開始的 一開始要想要改變這樣的一個觀念 大家是會覺得 你是誰 你憑什麼來評估我 有沒有資格當父 一號小豪 我也關門請資婚企 那生母他也沒有辦法照顧 生母的家人也不認通的一個孩子 他是不接受器飲 一號一號 三號 這一對少年也是很保守的 非常保守 因為通常原生家庭是因為有困難 沒辦法照顧這個孩子 所以孩子常常在不同的環境做轉換 他們其實就有在適應上或心理上 會有一些困難 需要協助或需要父母的理解 所以如果在這樣沒有準備的狀況下 通常如果爸爸媽媽很開心的 把孩子領而回去以後 就會發覺說 這個孩子怎麼不如我看到朋友的孩子一樣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過程中 一步一步的走去調整說 我們需要先跟想要收養的爸爸媽媽分開會談 然後我們需要幫他們準備上課 所以兒蒙的很多的服務 就是隨著我看到了孩子的需求 我看到了原生家庭的需求 我看到了收養人的需求 然後一直就是開辦不同的服務 希望能滿足 就是這收養三方可以讓他們走得更好 機構的時候第一眼就是第一個選就選到了 我不能挑 我是不能挑的啊 不能挑 我們不是買菜 想說當你要深思告知的時候 你怎麼樣把那個折損點 就是他的痛苦減到最低 像我們走了25年 表示越來越多的孩子已經成年了 當初我送出去的孩子現在都成年了 他們到了青春期以後就會開始有一個需求 想要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也會擔心比如原生家庭 他因為變化再找不到了 或者是有些孩子他本來來到兒蒙 就是沒有生父母資料的 我們怎麼樣為他保存 這個過程中任何可能的資料 所以我們也會倡議說應該要把這個修法 台灣就成立一個全國的收創資訊中心 讓所有的被收養的孩子長大了以後 他可以來看他的資料 孩子有孩子的成長背景 領養的父母有領養父母的成長背景 這個之間要怎麼樣真的把它變得像一家人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兒蒙在這個地方真的花了心思在做 過程當中我其實看到了他們的那個勇往直前的那個勇氣 還有對於自己服務人的信念的那個堅持 所以我覺得這麼25年走下來的累積下來的資產 絕對不是大家眼前看得到的這些人 其實我覺得我在這個裡面 等於是陪著他們走過這些人間的悲歡離合 然後不時的要用一個對兒童最好的角度 兒童的最佳利益的角度來思考 它真的是一個生命的一體科體 在庭一般的劇場 在庭一年 曼泉 櫻花 確保 成長 再生命 成長 成長